可以了田老师 好 一只红杏沾春雨 几条绿柳碎春风风 在这花红柳绿的大美春天 红叶文化协会康乐之家 在此举办第七次颂读大会 首先对各位嘉宾和众多的师友的到来 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们这次诗会的主题是百花迎春 朋友们 春天是花的世界 是一切美好的融合 是一切色彩的总会 你听春天来了 经历了严冬的考验 春雪的折磨 春天 款款向我们走来了 双飞燕子几十回 家岸桃花 湛水开 春雨断桥 人不渡 小舟撑过绿荫来 此时此刻 我们也来到了春天 让春风拂过你的脸 春光绕过你的肩 春花 润透你的盐 春雨 打湿 你的唇 春天 是一个活力 四射的季节 充满活力 动静结合 一片 诗情画意 春 春 像一个天真 的天使 踏着愉快的脚步 偏偏来到了人间 春天 像一个娃娃 从头到脚 都是新的 春 像花样年华的少女 鼓动着 飘逸的风情 春 又像一位画家 涂抹着 蓬勃的色彩 春 像一首归丽的诗 如梦幻般的甜蜜 如梅酒般的香醇 中国 五千年文化 三千年诗 让我们 用诗篇 亲吻春天 感受春天 歌詠春天 赞美春天吧 首先 请由刘依南老师 为我们朗诵 唐初四节 之一的 天才少年 王波的诗 春蓝 并欣赏古琴 音乐 蓝相见 请 依南老师 谢谢你 天老师 夫人 愿沙 老师 女 组 女 友 相冒 冬 请大家继续欣赏蓝香剑 在这个美丽的春日 享受一段诗情画意的时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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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把我们带到美妙的音乐里 为我们的诗会 带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气氛的境界当中 下面呢 由我接着一栏进行朗诵 唐诗颂词 定称双绝 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两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它以岔子烟红 千姿百态的神韵 展现了中国历史的常见 饲养着人们的精神 给我们带来了极高的 深远的艺术享受 接下来 我将为大家朗诵 几首颂词 律诗和绝句 第一首 我朗读的是 玉楼春 春景 宋奇 东城 见觉风光好 胡咒 波文 迎客照 绿阳 烟外 清 小寒清 红杏之头 春意闹 这句名句 是宋奇 被称作为 红杏尚书 闹子 用得非常准确 很讲究 动感十足 一个闹子 描绘出了 花开花落 彩蝶飞舞 飞飞纷纷扬扬的 春日的 娇柔的 浪漫 一个闹子 境界全出 第二首次 捕蒜子 永梅 送 路由 意外 断桥边 寂寞 开无阻 已是黄昏 已是黄昏 独自愁 更拙 风和雨 无意苦征春 一任 群方渡 凌落 凌落成 你 眼 作 沉 只有 相 如 故 这首词 缘不大 缘不大 许多香 一笔凉血 借花 于人 赞 千千君子 所求于社会 所求于社会的 不多 将不尽的才华 奉献于人的 很多 很多 第四首词 七律 池上 朱下座 唐 白居易 攀离绕舍 地微宜 池母贤居 半世池 石宝 窗前 心睡后 脚轻 临下 独行 石 水能信淡 未无有 朱简心虚 济我事 何必 悠悠 人世上 劳心 废目 密心之 这表达了诗人 与淡泊 之士 和虚怀 落骨的人 交友 让 有真才 实学的人 为师 这是白居易 这位 睿智 虚心的 长者 的 尊尊教导 他说出了 一个人 个人的 修身 养性 智学 待人 的 正确 态度 希望 朋友们 喜欢 谢谢 大家 下面 由 童心翁 沈志成 先生 朗诵 现代诗 于秋雨的 我在等你 各自创诗篇 折古天 春风吹雨 催春忙 沈先生 爱好文学 长期坚持写作 笔庚不错 他写了许多散文 随笔 诗歌 文风 风趣幽默 他的词 写得也非常的 娴熟 而有 韵质 下面请 童心翁 为我们大家 朗诵 有点问题 这屏幕上 屏幕上 写着 you cannot start screen share where the other partic partic is sharing 不能分享 现在可以了 分享吧 OK 诶 好 选这个 余修宇 这个 这个 我在等你 这个是 散文师 散文师 他这个 原诗比较长 我接选了一部分 我觉得他 这部分 比较精彩 下面就读一下吧 我在等你 是这个诗 实际是爱情诗 我在等你 作者 于秋雨 炊烟喜了 我在门口 等你 夕阳下了 我在山边 等你 叶子 叶子 黄了 我在树下 等你 月儿弯了 我在 十五 等你 夕阳下 西雨来了 我在 在闪下 等你 河流水 冻了 我在 河半 等你 生命累了 我在 天堂 等你 岁月老了 我 我 在来生 等你 我 在来生 等你 下面也胡乱整一首念一下 长条椅公寓旁 谈天说地 短夕阳 春景随美 难留住 诗会春色 日月长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童馨先生的 深情朗诵 特别是最后两句 非常的生动 也就是我们公寓的 这些老人们的 谈天说地 盼望着 迎春 这个花诗会的 召开 这种心情很有画面感 童馨呢 他写了三篇 期待 百花 迎春的 这个诗会的出现 下面我们邀请 新朋友 刘平洪 女士 朗诵 有诗魔之称的 唐代诗人 刘雨昕的 陋诗明 和四创诗一首 普蒜子春雪 陋诗明是一篇 托物研制的 片文体的名文 解赞美陋诗 书写自己 志行高洁 安平乐道 不遇世俗 同流 和物的 义去 山不再高 水不再深 以山水 起兴 点出了 斯氏陋 是 唯武 德新的 主题 他的自创诗 《补蒜子春雪》 当中有 凝消凝干之 柔容盖弦矣 带听 惊者春雷动 万物生机起 都是充满 生机的 妙具 请 刘女士 朗诵 好 谢谢大家 我是第一次 来朗诵 我是向大家学习 现在我就 开始 漏是名 唐 刘雨昕 山 不再高 有仙 则名 水 不再深 有龙 刘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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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笑 有红如 来往 无白丁 何一条素琴 月 精精 无 丝竹之乱耳 无 暗毒之 劳行 南阳 诸葛如 西数 紫云亭 孔子云 何漏 知有 补 春雪 这是自己 试创作的一个诗词 也是经过田老师的 画龙点睛的修改 语 精械 凝干枝 柔绒 盖弦矣矣 静眼 皆为 玲珑景 摇望 营庄地 必尽 十节制 冰雪 畅 荣极 带听 金哲 春雷动 万物 生机起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刘女士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 李洪伟 朗诵 他的自创的诗词五篇 这是一个祖诗 我们起了个名字 就叫百花迎春 他包括了七律七绝 和一简梅 林江仙 赫火令 五首 宏伟 热爱古诗词 读诗 赏诗 写诗 成了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还在花草树木 诗友会 以雅境的笔名 发表诗词 得到了美诗美韵 雅韵流芳 笔墨传神的好评 今日 他献给我们的诗词 文句清新 用点无痕 音韵流畅 像花仙子一般的 说 可以说是春日妙笔 耀然之上 请欣赏 宏伟 为我们朗诵 因为宏伟的身体 术后在恢复当中 他的 气韵呢 可能不够 我们就请他 给我们朗诵一首 然后呢 有他的先生 带他朗读 我们静静的欣赏 感受古诗词的 音韵味 请 宏伟朗诵 谢谢 谢谢田老师 您太过奖了 我这也是在您的 这个文学课 激发了我的 这个诗词的兴趣 所以呢 我现在真是痴迷 古诗词 下面我就给大家朗诵一首 这个迎春花 七绝迎春花 持令东军信使传 皇家风范 闹春眼 分明细满金腰带 却把黄妆换绿穿 这是一首七绝 就这么四句 下面呢 就请 那个赵洁 帮我朗诵 其他的四首 谢谢大家 张会长 张会长 您可以放 他在 他在放的过程中 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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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骄韵歌唱声声翠 雄树年华淡淡横 铸鱼游村金白雪 红颜已逝近黄昏 一简梅 梅雪晴 六角琼华别样交 鲜枣分身 银翼遥遥 悬崖封闭百丈兵 剔寇晶莹万物重雕 落雪青梅一病腰 寒礼同欢 意外撒娇 无诗无趣 运南雕 禅曲鹅毛 洒落云霄 林江仙山茶花 云上玉影高洁品 宋三游展方言 南枝衬雪惹人脸 洞书国色 清贵秀可参 幽香典雅端庄茂 风中洞 夜幽蓉 双青夜壁 玉葱龙 灿花如火 丹顶向天宫 喝火令 桃花 带露花苞免 修颜恶片胶 似土植粉 妾妖 心蕊嫩滑云坠 相悦两情谣 又见风弥漫 妾闻别约谣 梦春来信 雨飘飘 携满思乡 携满吉祥谣 携满暗香缠住 服务寄云霄 完毕 谢谢大家 好 谢谢田老师 这五首词写了白海棠 迎春花 梅花 山茶花 桃花 这个花都数不过来了 写得非常好 提示一下 我们在听朗诵当中 所有的观众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评论 或者是首饰都可以 另外请一南老师 谁要朗诵的话 要突出 如果没有字幕 要突出这个人的头像表情 文学和艺术是相通的 画家潘桂林先生 有画册出版 也有诗歌集和散文集问世 潘老师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 岳飞的经典词作 豪情万丈的满江红 满江红是民族英雄 岳飞的怒吼之歌 全是康慨 激昂的表现出 抗经名将 复仇欲敌的英雄壮志 是民族之魂的千古绝唱 这首不朽的词作 可以说 在我国古代诗歌中 没有一首像这首词这样 具有那么深远的社会影响 请潘老师为我们大家朗诵 大家欢迎 陆发冲冠 平南处 潇潇雨泄 台望远 仰天长霄 壮怀激烈 山市公民 沉雨土 八千里路 云和月 莫定前 白老少年头 空悲怯 静康指 一位血 臣子恨 何时灭 驾长车 踏破 霍兰山 壮志鸡餐 葫芦肉 肖堪 磕 胸如鞋 鞋子恨 哈哈哈哈哈哈 百虫头 收拾旧山火 朝天 阙 这个是 西洋的朗诵 这个 西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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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都是朗诵 中国 自古以来都 都叫 吟诵 吟唱 所以这个 西洋都是有 有曲子 这个满家红也有 曲子 那个 我给大家唱 现在 就是用 呃 演唱一遍 看看 看看 路 断 重 光 平 难 处 小小 小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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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 藏 荡 绘 绘 团 鱼 篇 城 圆 鱼 做 全 衬 蠶 哪 真 百 少 兜 绘 棍 尼 绘 旧抗旨欲威胁 臣者可失灭 家常者踏破破山群 借自己操火龙 夏可一命修足鞋 待胸口守弑綫 藻山而安歸 很多人在鼓掌啊 謝謝 謝謝潘瑞欣老師的激情朗誦 和激昂的吟唱 謝謝 春天來了 玉金香開了 玉金香又叫道掛金鐘 看吧 一重重一片片 萬紫千紅 耀眼奪目 隨風搖曳 裝點著廣場公園管鎖 吸引著遊人畫家攝影愛好者 它美化了我們的生活 支身於熱烈多彩的玉金香的花海中 令人陶醉流連忘返 請鄧嘉明先生為我們朗誦 他的自創散文說說玉金香和自創詩春道 請鄧老師朗読 加拿大的春天也是百花齊放啊 這個 但是我對於玉金香呢 就是感覺 印象比較深 所以我在網上也查了一下 這方面的一些資料 然後呢 就是寫了一個小小賞文 然後那個就是 給大家一起那個欣賞吧 也算是這個百花園裡面的一個奇葩 下面是我的寫的文章 說說玉金香 在加拿大每到那個四月中下旬的時候 除了外面散步的時候呢 總會在小區的空地房屋周圍 看到居民種的這個一片片的玉金香 雖然是春末夏初啊 許多花草都已經綻放了 但是最吸引眼球的 還是美麗的玉金香 紅的黃的白的紫的黑的 還有雜色 放眼望去啊 真的以為是上帝打翻了調色盤 每當看到這些嬌艷的花度啊 心情總是特別的爽了 這意味著樹沙凋零的季節已經過去了 百花齊放 心心向榮的時光就到了 易金香 記者說起源於中國新疆的天山 在16世紀的時候 由傳教士帶到土耳其 後來又引進歐洲 17世紀中也在荷蘭 比利時 英國 風行 大受歡迎 被稱為魔幻之化 並且被荷蘭定為國幻 然後19世紀 又被引進入上海 20世紀初在南京 廬山等地都先後引進 後來呢 全國各地都有銀種栽培 在網上可以查到很多有關 女儀金香的詩詞 比如 說 鍍木的偶成正仙位 他是 古語亭廷廷 炎博莊 畫群雙鳳 玉金香 西金財子旁看去 何時喬家那妖娘 王安石的 達雄本推官 金林祭酒 玉金香是藍麟酒 網入詩人傅永來 停下北風吹急雪 坐肩南客送寒飛 冤民衛得龜山靜 樹葉油桶拔一倍 銀霸響君寝醉醋 中山鄉象白炊味 更著名的一首是 李白的客中行 藍麟美酒玉金香 玉碗城來琥珀光 暫時主人能醉客 不知何處是他鄉 像俄羅斯的女作家 一個有名的女作家 叫 是為他耶娃 他寫了一首詩是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在某個小鎮 共享無盡的黃昏 和綿綿不絕的終生 在這個小鎮的旅店裡 古老時鐘敲出的微弱響聲 像時間輕輕低落 有時候在黃昏 至頂樓某個房間 傳來敵聲 吹敵者以著窗友 而窗口大躲玉金香 此刻你若不愛我 我也不會在意 這些詩都寫得很美 但是呢 卻有一個疑問 玉金香不是十九世紀 才引入中國了嗎 為什麼古代有那麼多讚美 他的詩詞呢 經過考證啊 原來古詩詞裡面 唐代這些詩詞寫的玉金香 其實是一種名叫玉金的中藥 散發的香氣 但是大家喜歡這些古詩詞呢 其實也來自於對 玉金香這種花的喜愛 玉金香由於它的美麗純潔 一個熱情奔放 富貴高養 而深受人們的喜愛 人們為它編寫了一個美麗的傳說 相傳有一位美麗善良的少女 同時受到三名男子的愛慕和追求 一位是笑容的騎士 以寶劍相許 一位是富商用黃金示愛 最後一個呢 是用皇冠相若的王子 然而善體仁義的少女 不想拒絕其中的任何一位 發神聽見她的心聲以後 就將她化為玉金香 長葉作為寶劍 花生作為皇冠 求根作為黃金 如此她便接受了 這三位追求者的愛意 由此已經像玫瑰一樣 就變成了愛的象徵 人們按照花的顏色和數量 來表達愛的含義 比如紅色代表熱情的愛 紫色代表忠贈的愛 黑色代表憂鬱的愛 白色代表純潔的愛 或者失去的愛 一朵代表我的心中只有你 七朵代表我偷偷的愛著你 九十九朵代表天長地久 一百零八朵代表求婚等等 春光明媚讓我們張開雙臂 迎接玉金香的綻放 迎接百花滿年的初夏 下面是自己寫的一首詩叫《春道》 晴空艷陽高照 大地雪融冰霄 群艷陣陣高飛 百鳥聲聲凝叫 身上衣裝見少 戶外歡笑更高 人人心情大好 只願春天來到 好了謝謝大家 謝謝鄧先生的散文和詩歌的創作 最近我們群裡有很多人 詩風日盛 大家創作的熱潮 一次一次的掀起 我們湧現出了不少的作品 還要陸續給大家分享 接下來我們要請出黃雅玲女士 為我們朗誦 酷愛梅花的兩位宋代詞人的詞 一首是陸詞 一首是陸遊的古蒜子永梅 一首是林捕的山元小梅 林捕有梅七賀子之稱 這是宋代詞人 山元小梅 有著千古第一永梅詞的美誼 這首詞的妙處 就在於脫俗梅花的形跡 運用側面風托的手法 血液傳神 渲染梅花的清爵高雅 李峰谷 是作者 幽居清高四根淡薄的人生寫照 請雅玲女士 為我們朗讀這兩首詞 大家歡迎 謝謝田老師 謝謝大家 大家下午好 我今天為大家朗讀的兩首小詞 第一首是山元小梅林捕 眾方搖落獨仙緣 佔盡風情向小園 書影橫斜水清潔 暗香浮動月黃昏 雙琴玉下仙桃眼 粉蝶如枝何断魂 幸有威吟可香霞 不須坦共金尊 第二首是補蒜子 有梅是路由 意外断橋邊 寂寞開無阻 已是黃昏獨至愁 更著風和雨 無異苦爭 無異苦爭春 一任群方度 零落成寧臉 臉作成 我朗讀完畢 謝謝大家 朗讀得非常好 謝謝田老師 市政相遠 非常響亮 說我們看到山元小梅 不須坦白共金尊 我們在這裡欣賞了兩首送詞 下面呢我們即將請出文學群裡的另一位才女 李翠玲女士 她本是白衣戰士 老來卻喜歡上了文學 她將要為我們朗誦 宋代名相王安石的梅花五言絕句 歷來被稱為是一首廣為流傳的經典 另外呢李女士還自創了散文百花迎春 語言朴素優美有感而發 春日百花非常巧妙的點名了今天我們詩頌會的主題 請翠玲為大家朗誦 歡迎了 謝謝田老師的誇獎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朗誦的第一天是一首五言絕句 題目是梅花 送王安石 牆角樹枝梅 零喊獨自開 搖至不是雪 唯有暗香來 我朗誦的第二天是一首自創散文 題目是百花迎春 你神明小明 春節翹然而至 百花迎春而來 百花是歡句的樂章 百花是深情的展望 天啊 春風寒笑柳如煙 人間最美是春天 在陽春三月 陽春三月 春風輕柔 萬物復蘇 在柔柔的春風中 在柳樹的內牙中 在含堡玉棒的笑臉上 我們迎來了美麗的春天 春天是多情的 它用葉的濃青 花的椒艷和風的纏綿 為我們編織著 迷人的夢境 春天是溫暖的 陽光燦爛 和風如枝 春雨如油 春天 它使大地 配上了新裝 山綠了 草綠了 樹木綠了 整個世界都綠了 綠色的世界 就是生命蘇醒的前夜 千山萬惡的花 都在等待生命的蘇醒 它們要萌芽 它們要吐蕊 它們要開除 滿世界的花糰緊簇 把所有的愛 都藏在即將到來的生命裡 都藏在生命複蘇的春天裡 春天的每一旅風 都是愛的使者 它們把柔柔的情 和軟軟的愛意 悄悄地帶回人間 河邊的柳樹微笑著 在風中搖擺 春天的每一頭花 都是愛的使者 百花齊放 簇擁了花 把春天打扮得格外漂亮 春天的每一片葉子 和每一棵小草 都是愛的使者 它們用滿目的清脆 喚醒森林 喚醒草地 喚醒河流 喚醒山崗 它們把對這個世界的愛 都化作了淺淺的淚 撲灑在大地上 春天 我們每天的感覺 都是新鮮的 陽光明媚 描雨花像 春天 我們每天的心情 都是激昂的 多重理想 多重希望 春天 不僅僅是一個季節 也是一種心情 春天 不僅僅是沉睡的萬物 開始復蘇 也是人們心靈的醒悟 讓我們用喜悅 感應春的氣息 用欣慰 感受春的溫暖 用百花 來迎接美麗的春天 謝謝大家 太美了 語言美 感情充沛 都說到了我們的心坎上 春天 就是這樣一個蓬勃的季節 向我們走來了 謝謝 謝謝翠玲的 精彩的朗誦 謝謝大家 謝謝天老師 下面呢我們要繼續 繼續 接下來 要朗讀 李白的詩 《詩仙李白》 《性情》 《絕會評》 《學問》 《詩夢》 《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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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自己也自负的说 姓汉落笔摇五月 师承笑傲临苍州 我们大家都会记得 他的传世名句 蝎瀑布 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世银河落九天 写楼阁 他会写 不敢高声语 恐惊天上人 写大雪 他这样写 应是天仙黄醉 乱把白云楼碎 他写孤独 举杯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他写理想 大鹏一日同飞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他写友情 会写 桃花潭水 深山三千尺 不仅汪伦送我情 他写心态 会写 人生得意 须尽欢 莫使金尊 空对月 他写 未来可期 长风破浪 会有时 直挂云帆 济沧海 下面 请听 沈志成先生 再一次的为我们朗诵 李白的代表作 永久明天 枪尽酒 看看他 李白的骨子里的豪情 感知 这位巨人式的感伤 以及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 请沈志成先生 为我们朗诵 我是觉得昨天接到田老师这个临时任务 这个说这个感到压力挺大 这个今天又欣赏了桂林先生这个满娘红 是生情并茂 这个 这个田老师这 四天就让我跟他学习 所以不敢怠慢 我就是又看了一下 这个福尊大学文学教授的 戴建业的 对这首 枪尽酒的 讲评 和算式 尽管如此吧 但是我因为 很浮浅 所以 有冒名顶替 原来是姬米 原来是姬米 原来以为姬米是个老外 结果田老师说不是 这个诗 是劝酒诗 是枪尽酒 就是劝人喝酒 劝朋友 劝酒诗 前面又把这个原文分享一下 李白呢是诗仙了 他的诗作呢 像田老师说的 大气豪放 那么这首诗呢 枪尽酒呢 可以说是狂放了 比豪放还要 还有大气 前面开始 试着读一读 强劝尽酒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三尽 还复来 澎阳阳宰宰酒 澎阳宰牛 切为乐 会须一人 三百杯 陈父子 丹休生 强劲酒 莫 杯莫停 玉君 歌一曲 请君为我 清而听 宗古转语不足贵 但愿长罪不服行 古来圣贤皆寂末 唯有隐者刘七明 陈王熙时燕平乐 斗酒千诗千 自欢却 主人何为言少钱 惊许孤许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酒 忽而枪畜换梅酒 玉儿童笑万古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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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志诚先生的激情朗诵 我们这个群里 今天又发现了一位朗诵者 他和 潘贵林先生是一样的 这样的 激情饱满的 在线了作品的 气势 沈先生呢 他是临场救火 因为机密 他临时不能来了 很快 他就警惕上 能够现场朗诵 朗诵到这样 也是非常好的 谢谢 当时呢 他还要 没有酒 我怎么办 没有酒 一样能表达了 李白的 这种狂放的性格 读得很好 接下来 我们请 潘萍萍女士 为我们朗诵 我有一个春天 这是现代散文室 是一篇优美的抒情史 春天 我有一个春天 春天 藏在一条河流的对岸 春天 藏在 诗里的江南 春天 我的春天 在在外的 大漠 梦中楼兰 我的春天 在 在心里的 春水绵绵 我是听过 他的这首朗诵 如涓涓细流 流进了心田 被深深的打动了 下面敬听 大家共同来欣赏 这首优美的抒情史 请 潘萍营老师 朗诵 不好意思 我就是现丑了 我喜欢春天 我也想进来 来一个散文诗 我现在放音乐 然后听 于我 在开个房 揽诵的 我很喜欢这首诗 我有一个春天 揽诵 我有一个春天 我的春天 藏在一条河流的对岸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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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了 深深不断 也有梨花 桃花 花瓣 四续 飞舞 漫天 我的春天 我的春天 是二月 除了的 细雨 常常 我有一个春天 我的春天 是藏在 诗里的江南 是江南 曹操 艳飞的 浪漫 那里 有 逆扭 浮墙的 小金 也有 湖姓 枝头的 春暖 艳来 风雨 花落 无明 我的春天 是日处 江花的 花里 江南 我有一个春天 我的春天 是 撒赖的 一缕 吹烟 是 大漠的 浅浅 校园 那里 有 生和 复苏的 无限 惊喜 万里春风 塞外 归宴 我的春天 是 呛底 无冤的 梦中 楼懒 我有一个 春天 我的春天 是 住在 心里的 春水 年年 是 桃花 漫天的 无限 温暖 这年 有情 有爱 也有 大片 大片的 春花 盛开 我的春天 是 满城 新冠的 低旗 飘荡 是 满城 新冠的 低旗 飘荡 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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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 平平大夫 不好意思 谢谢你 谢谢你 朗诵 就是要 以生 传情 这就叫朗诵 威威 到来 感动 自己 感动 别人 我的春天 被感动了 我们大家的 心潮 荡漾 下面呢 我们要 请出 黄铁明先生 来自 湖南 湘潭的 黄先生 他受了 五月 文化的 熏陶 他非常的 热爱文学 喜欢古诗词 特别是 诵词 今天 他将给我们 朗诵 清平月 春晚 是 王安国 王安时的 长地 和木兰花 东风 又作 无情记 燕 姬道 是燕 书之子 都是文坛上的 著名的人物 这两首词 大家 一面听 一面思考 他说了什么 他告诫了我们什么 请 谢谢 黄先生 我尊敬的长者 田老师 是他 每个礼拜的诗词 讲解 引起了我对诗词的 这个兴趣 我愿意借这个平台 今天向我尊敬的田老师 表示 由真理 谢成 谢谢 谢谢 下面 我就为大家 朗诵 一首 圣代的圣代的圣策 这个 清平月 清晚 王安国 这个王安国呢 是圣代 变法宰相 王安时的弟弟 是江西临川人 1068年的经事 他的子风啊 清晚修丽 但是 成事的词章不多 只有三首 这是其中第一首 第一首 下面 清平月 春晚 王安时 牛群不住 费尽婴儿女 满地藏痕 根井屋 昨夜 蓝燃 风雨 小林抽上 枇杷 小来 思咬 天涯 不肯 发唐 之父 春风 自在 养花 第二首呢 木兰花 东风又 做无情记 燕几道 这个燕几道呢 也是 圣代 太平宰相 燕淑的 最小的儿子 也是林串人 他虽然啊 一生 势头不逊 但是呢 他能文 算词 是当时 网约派 职人的 代表人物之一 下面 人生 登风又 做无情记 燕凤 交恒 吹满地 毕露 莲莲 莲 不知愁 凡事 去年 今日 亦 随之 出广 春藏寺 到处 登年 增费 泪 此时 今 展 持续 深 看尽 罗华 能 几 罪 朗生的 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铁明 这两首词呢 都是 婉约派的 思索 写的 非常的细腻 感情表达 也很委婉 那么从这两首词里 我们所 醒悟到的是 词人 商春 西春 叹息 美好的 年华的 逝去 的情怀 从中悟出了 人生的哲理 春天 是美好的 春天 也是短暂的 既是 行将 结束 也 依然 美 智 不改 这就是 这两首词的 积极的意义 谢谢铁明 让我们欣赏了 不同风格的词 在文艺的百花园里 也是 一枝独秀 接下来 我们要请出 智学严谨 为人师表的 邵延龄老师 精选了 两首散文诗 春天的早晨 生命的春天 春天的早晨 过去去 太阳 点燃了 我们的希望 春色满云 星海 在春光中灿烂 请 尚老师 为我们朗诵 这两首散文诗 谢谢铁老师 这是我从那个 中处上 选这两首 春天的早晨 茫茫大地风 吹拂着绿油油的田野 那是春天的脚步 轻盈 燕子从南方飞来 落在北方民众的屋檐下 那温暖的小潮里 鸡渣叫不停 鲜花 野花开着 羊柳 舒展着枝叶 楞牙 一点一点地点上 那是春天的笔 描绘着美好的世界 看啊 飞来飞去的麻痴 在天空中 唱着欢乐的歌 第二首是 生命的春天 时光流转 走出冬日的严寒 岁月如歌 迎来昂然的春天 春带着梦想 将阳光撒在心田 春带着生机 将希望博主人间 春带着歌谣 唱一曲 叉子言红 春带着美好 写下了乌彩斑斓 春天是一季扬眼的盛宴 春天是一幅多彩的画卷 那思思春雨 孕育着生灵 那柔柔春风 把阴矮春散 那寒情默默的花蕾 即将露出笑脸 那滔滔的一江春水 浮起了万周千帆 贫一杯淡淡的清茶 饮一首明媚的小诗 幽梦醒来是春天 又是一年春好处 淡化了许多 嫡愁黑渊 告别寒冷的冬天 回目一笑是安然 推开窗顶 心海便在春光中灿烂 只要心中还有爱 即使是春寒凉巧 也能感觉到暖风浮面 春色满缘 谢谢大家 感谢 感谢邵老师的沉着的 很有深情的朗诵 这两首抒情诗 下面呢 我们要请出张磊女士 张磊 是我们红叶协会的负责人 他能歌善舞 书法 绘画 太极 走伏特步 样样学 样样通 他还是 高原朗诵班的成员 我们说朗诵 是一门语言艺术 通过专业的训练 张磊的 朗读水平 达到了新的高度 今天我们还特别 邀请了年轻美丽的 郝伟老师 他是高原朗诵班的班长 他来和张磊一块合纵 为我们贩读 朱自清的 著名的散文 春 给我们这个朗诵会 刷上圆满的记号 下面让我们 洗耳恭听 二位的精彩朗读 大家欢迎 谢谢田老师 搞得我好紧张 也谢谢豪伟老师 临时决定愿意来跟我一块 那个朗诵我们就把这首诗 我们就把这首诗 春天的脚步 敬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 欣欣然张开了眼 山 朗润起来了 水 涨起来了 太阳的脸 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地里钻出来 闷闷的 绿绿的 园子里 田野里 瞧去 一大片一大片满室的 坐着 躺着 打两个滚 踢几脚球 晒几趟跑 捉几次迷藏 风轻翘翘的 草 软绵绵的 桃树 杏树 梨树 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 都开满了花 感叹 红得像火 粉得像霞 白得像雪 花里带着甜味 闭了眼 树上 仿佛已经满是 桃 杏 铃 花下 成千成百的蜜蜂 嗡嗡地闹着 大小的蝴蝶 飞来 飞去 野花 遍地势 杂样 有名字的 没名字的 散在草丛里 像眼睛 像星星 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 杨柳风 不错的 像母亲的脸 手 抚摸着你 风里 带着 新翻的 泥土的气息 混着青草味 还有各种 花的香 都在 微微润湿的 空气里 酝酿 鸟 将巢 安在 繁花嫩叶当中 高兴起来了 呼盆硬伴的 卖弄 清脆的喉咙 唱出 婉转的曲子 跟清风流水 硬合着 牛背上 木桶的短笛 这时候 也成天 嘹亮的 想着 雨 是最寻常的 一下 就是三两天 可别脑 看 像牛毛 像花针 像细丝 密密的 斜肢着 人家屋顶上 全拢着一层薄烟 树叶 却绿的发亮 小草 也轻的 一层薄烟 适薄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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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晚时候 上灯了 一点点 黄韵的光 烘托出一片 安静 而和平的 夜 在乡下 小路上 石桥边 有撑着伞 慢慢走着的人 地里 还有工作的 农民 披着缩 带着粒 他们的房屋 稀稀疏疏的 在雨里 静默着 天上的风筝 渐渐多了 地上的孩子 也多了 城里乡下 家家户户 老老小小 也感叹似的 一个个都出来了 疏活疏活筋骨 抖操抖操精神 各做各的 一份试趣 一年之际 在雨春 刚起头 有的是功夫 有的是希望 春天 像刚落地的娃娃 从头到脚 都是新的 它生长着 春天 像小姑娘 花枝招展的 笑着 走着 春天 像健壮的青年 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领着我们上前去 领着我们上前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老师 田老师 谢谢好伟老师 谢谢张会长 谢谢田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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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二位的精彩朗诵 我们陶醉了 陶醉在这个春色的画面中 听了这二位的朗诵读 记得 像吃了蜜一样的甜 甜到心底 想吃了一杯冰激凌 那样的爽快 又想喝了一杯美酒 让我们大家 都醉了 谢谢 再次感谢 感谢 郝伟老师 感谢 张磊 人生 就像一场旅行 不在乎目的 而在乎的 应该是沿途的风景 今天诗会上 在座的大都市中老年人 参加这样的诗会 正如白居易 在永军诗中所写的 还是今朝歌酒席 白头翁入少年城 我们 虽是悟念 但 只要调整好心态 仍然 不感到孤独 不感到苍老 仍然 富有情趣 仍然 青春 活力 十足 人生 难得几日闲 清茶一壶 煮流年 忘却 人间 三千世 心宽 无处 不逃远 本次 参加诗诵会的 共有14位朋友 我们诵读了 三十篇诗文 宾主 一起 在文学的沙龙 共享了一个 美好的下午 让我们 带着畅游 闻山 湿海的 愉悦 一路前行 心中有风景 处处 相满静 春门已开 我在等你 白鸟唱和 新篇 开启 感谢 感谢 嘉宾的 丽临指导 感谢 众多朋友的 积极参与 感谢 苏委会的 心情付出 祝朋友们 春安 祝大家 美好 幸福 下次诗会 我们再相见 谢谢大家 师宋会 谢谢田老师 到此结束 谢谢